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 有關習近平的女兒習明哲 一波未平 一波又齊 剛剛她的個人信息泄面還沒有了結 一大批年輕人因為泄露她的個人信息 公佈在網上而被判處重刑 最大年齡的才20歲 但被判重刑14年 現在又一個線面在網上流傳 那就是有關習近平女兒習明哲的丈夫 說習明哲已經嫁人 丈夫 也就是習近平的女婿的姓名來列 在網上都有了交代 現在是有人在推特社交媒體上發布信息 說習明哲的丈夫叫盧洪峰 說以前是清華大學畢業 後來在美國留學 在康奈爾大學留學 曾經當過美國花旗銀行的 或者是某個分行的副總裁 後來回國 回國之後也經歷了一些波折 後來說跟習近平的女兒習明哲成為夫妻 說這個人看上去還有點帥氣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個消息說這個盧洪峰是離過婚的人 說早前在美國芝加哥 他有一次結婚的歷史 後來離婚 也就是說他娶了習近平的女兒 習明哲算是二婚 有人在網上就說 難道習近平可以接受自己的女兒 結果二手禍嗎 所以說委屈求全 下嫁公主 另外一點就是一個值得看點 就是這個男人叫盧洪峰的人 據說他的前妻是一個紅三代的背景 也就是說是紅色後代背景 那又有人在問說把這個紅三代修掉之後的盧洪峰 跟習近平的女兒結婚 是不是圖謀要得到習近平繼承人的位置 比如說習近平遲遲不宣布接班人 是不是現在終於出現了接班人 就是他的女婿 也就是成龍快婿 盧洪峰 這個暴力消息來說 盧洪峰回中國發展之後 開始在生意上還有一些波折 所以他開始是跟新富堡的創始人米慧錦有合作 擔任新富堡的首席運營官叫COO 擔任運營官的時候 發行數字代幣 因為說新富堡是數字貨幣的明星企業 曾經以前的中國首富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首富 不其中 後來被打入大牢 做了私立逃生之後出來 所以沐其中還出來給他們站台 後來說這個發行代幣是不順 經營不順 後來就一蹶不正 後來這個陸洪峰還被米慧錦 就是新富堡的創始人米慧錦 告上法庭 說他涉嫌職務慶债 後來就不知道如何了結 另外說陸洪峰還有一些浪漫 說他兩次出席浙江衛視 浙江電視台的一個節目叫《愛情連連看》 說還做曲子 向台灣明星林志玲告白 而林志玲是那個節目的嘉賓 但不知道為什麼 經過一番曲折之後 竟然成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總書記的女兒的丈夫 成為第一女婿 成龍快婿 讓外界跌破眼鏡 實際上在這個傳聞之前 有關習近平的女兒習明哲的丈夫是誰 實際上在以前有多次傳聞 其中一次傳聞說 他的丈夫是湖南首富的兒子 湖南首富的叫梁文庚 是三一重工集團的董事長 創始人 他的兒子叫梁志忠 這是早幾年的傳聞 據說在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前後 突然三一重工宣布要把總部從長沙搬到北京的倉品 說是有特殊的原因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兒子梁志忠跟習近平的女兒習明哲在談戀愛 後來這個傳聞是不了了之 再後來又有一個傳聞 說習近平的親家實際上是重慶市長唐梁志 所以唐梁志生得很快 曾經先後在武漢 在成都 在重慶當過市長或者市委書記 而重慶是直轄市 當市長相當於省長 就是高過武漢市長或者是成都市長 市委書記的職務 之所以升那麼快 其中一個就是他是習近平的親家 他的兒子跟習近平的女兒在談戀愛 或者說將成為成龍快婿 當然如果追溯的更早一些 到2012年左右 就是當時的另一個太子黨人物 政治局委員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在跟習近平權力鬥爭中失敗 失守 落馬 被打入情城前後 也傳出說是薄熙來的兒子 薄瓜瓜在追求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 說他們都在美國哈佛大學留學 因此有一些互相之間的交往 說兩家可能結成親家 這個說法在當時也是盛極意識 不過顯然 後來由於習近平跟薄熙來爭位 兩人是反目 習家跟薄家也走上了 就是徹底反目之路 兩家成為親家的可能性 也就成了泡銀 經過多次傳聞之後 到現在似乎給人的感覺好像比較確定 說習近平的女兒是到了嫁人的年齡了 的確是嫁了 就是習近平嫁出了女兒 最新的這個說法就是盧洪峰 但是發布消息的人在推特上後來又取消了他的消息 大概是很敏感的消息 因為聯想到習近平女兒的信息被泄露 就牽涼到一大批人被打入大牢 判處重刑 而且是年輕人 貴成年人 如果說習近平的女婿信息又被泄露的話 不知道 不知道又會激起怎樣的渲染大波 或者連累到多少人 所以發布者很可能得到了某些方面打招呼 後來在他發布的消息經過各方廣泛引用之後 在他自己的推特上又把消息來源取消了 讓人覺得撲術迷離 不過這個消息在國內外的互聯網上已經發酵 說既然習近平已經嫁了女兒 女兒已經嫁人 那是不是就說怎樣舉行婚禮 會不會舉行盛大的婚禮 是不是要軍車開到 還說新黨新娘乘坐的車是不是應該受到全方位的保護 應該是坐裝甲車或者是坦克 而有的網民更聯想到如何進了洞房 說進了洞房之後 洞房花主野這兩人是手抄黨章 像王滬寧所號召的那樣 還是說手抄習近平語錄 來一個學而實習之 不亦樂乎 有關習近平這個女兒習明哲的婚姻的傳說已經是三段 男友或者丈夫說法不定 最近這一次更是說得言之濁濁 但是也有另外一個說法 說習明哲實際上性格很男性化 說形勢做派的像男孩子一樣 風風火火 說在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 尤其被周圍人注意到 有人就暗示說習明哲有可能是同性戀 未見得有正式的婚戀或者婚姻 另外說在習明哲在哈佛大學上學期間 中共那邊派了保鏢 對他進行24小時的保護 而美國方面有相應的安裝了一些保護 另外說習明哲的個性比較好動 外向 喜歡獨自坐地鐵 出街購物 逛街等等 然後回到國六州就受不了他父親這種拘禁 管束 比如在中南海 說是你三層 外三層的保安 而且不准他出中南海 就在前兩年傳說他有時候自己還是要到北京地鐵上 自己坐地鐵 自己去逛街 每到那個時候 中南海的這些警衛或者習近平家人就如臨大敵 派出的警衛是你三層 外三層 當然都是傳便衣去保護他 而最後說習明哲的這個性格已經受到美國生活的影響 喜歡自由 而不喜歡管束 最後跟父親習近平發生了尖銳的衝突 而他的母親彭麗遠是站在他這一邊 覺得女兒應該有他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自由 自己的空間 最後經過一番折騰 大概在2019年底或者2020年初就各方傳說了 他這個女兒又回到了美國 回到了哈佛大學那一帶 說他仍然喜歡那個地方 那一帶叫劍橋 是哈佛大學所在地 哈佛大學的一些教授證實了這個消息 但是中共方面不予證實 但是據說習明哲回到美國之後 美國方面仍然給他提供了相應的保護 但由於這個原因 習近平家族 家庭產生了很多的矛盾 衝突 以至於習近平跟王彭麗遠也不和 而習近平跟彭麗遠不和有眾多的原因 有意識形態上 觀念上的一些差異 彭麗遠畢竟是改革開放的產物 是中國的第一個 聲樂碩士 得益於改革開放 而習近平是反改革開放 另外 彭麗遠是出身平民 家裡是對文革這些應該說深惡痛絕 而習近平想回到文革時代 回到毛時代 還有就是在對香港 對美國這些關係上 彭麗遠都有不同的態度 另外也涉及了彭麗遠的個人信仰 說是信佛 曾經到西安大院塔去禮佛 有公開的相片和視頻 習近平主張共產黨人什麽都不信 無神論 要砸爛一切 不僅要砸爛基督教 天主教 教堂 十字架 還要去砸爛佛堂 佛教 還要砸爛清真寺 或者是月牙型標誌 或者說把佛教 伊斯蘭教都要去世俗化 強行改變 以至於現在中國的佛堂 佛廟很不像話 什麽舉紅旗 唱紅歌 什麽聽黨話跟黨走 而不是說已經不是說跟佛走了 是聽黨話跟黨走 而且是大師煉財 現在這些中國的佛堂 佛廟已經不是什麽聖地 不是什麽信仰聖地 而成了說得輕一點 燒香敗福成了算命求掛的地方 說得重一點 成了藏屋納垢的地方 什麽方丈 什麽和尚 兼任什麽人大代表 什麽政協委員 甚至政協主席等等 這些人不僅是貪腐 經濟上權錢勾引 官商勾結 利用旅遊地 像什麽松山 少林寺利用旅遊地 大方橫踩 而且涉及到淫亂 一些和尚 本來在中國那邊的和尚 按風速是十屆 有很多屆 其中一屆是屆銀 屆色 他們不僅不屆 而且一個和尚 一個方丈 有很多的女人 很多的淫亂 所以這些都是現在的共產黨所默許的 就是寧願你去淫亂 寧願你去貪腐 寧願你官商勾結 權錢交易 寧願你破了所有的佛教有關的戒律 但是就不讓你有真正的信仰 如果要真正的信仰 你就不信共產黨了 就可能不跟共產黨走了 所以所有這些歸結下來 彭麗媛肯定不能接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習近平跟彭麗媛之間發生了很多的衝突 更不用說香港的事情 香港大抗爭和後來習近平扼殺香港的一國兩制 都起因爲一本書 就是習近平和他的女人們 或者叫習近平和他的情人們 而這本書 據說其中一些內容也讓彭麗媛覺得無法接受 裏面真真假假假也有可能有部分是真實的 而後來就是習近平勃然大怒 悍然下令國安公安跨境綁降香港的書商 銅鑼灣的老闆 這件事因為被香港和國際社會說成是非法執法 非法綁架 跨境綁架 後來乾脆習近平一不做而不休 為了把非法綁架合法化 就搞逃犯條例 推出逃犯條例 送中條例 這一推就激起了香港的大抗爭 200萬人的大抗爭持續半年或者一年 最後就導致了中共的大反撲 利用大瘟疫之後 香港人暫時的成績大反撲 把惡法港版國安法強加給香港 一舉砸爛 香港一國兩制 一舉撕毀中英聯合聲明 一舉喪失了香港的國際地位 就因為一本書 就因為習近平的家世 就因為習近平個人的隱私 最後就製造出這麼一個巨大的災難 總之 這兩年有關習近平家庭的矛盾 一會兒是習近平跟女兒的矛盾 一會兒是習近平跟妻子的矛盾 在國內外都傳得沸沸揚揚 雖然不能說是千真萬確 但是有一點 或者有兩點可以佐證的就是習近平的女兒長久不露面 而作為第一夫人的彭麗媛 是兩年多前開始跟習近平就沒有共同露面的場景 習近平在大瘟疫之前的外訪都沒有彭麗媛的伴隨 再之後就是彭麗媛本身的消失 消失了將近一年 一直到去年 下半年才逐漸有了消息 有的是說彭麗媛跟習近平共同簽名 送花圈 誰人死亡了 他們去送花圈 有的是彭麗媛跟習近平共同簽名 回什麽學生的來信 一直到去年9月 2020年9月 彭麗媛消失 近一年之後才最終露面 說是參加了一個世界婦女峰會相關的論壇 但是他的路面卻被人解讀為有意闢謠 並不能排除他跟習近平之間發生了什麽事情 因為在共產黨高層 一旦家庭出現了問題 中共都會以組織名義出來協調 要求做妻子 會做第一夫人的人 什麽顧權大局 顧大局十大體 顧權國家形象 或者是黨的形象 強行的要求綁在一起 所以這些跡象和事實都顯示 有關習近平家族矛盾的傳言 沸沸揚揚 但並非都是空穴來風 本來作為習近平的家事 很多人原先並不關心 也不太在意 但是由於在中國現在搞得太習近平話 黨媒黨報成天把習近平放在頭版頭條 而觸及到習近平的事情 小道 什麽威尼熊這些玩具都要被禁止 或者是卡通篇 大道說是女兒的信息一旦洩露 就到處抓人 狂抓人 然後到現在這個時候就非常敏感 這樣就成了說你越禁止越炒作 越禁止的人們越是越關心 所以現在有關習近平家族的所有事情 人們都要關心 他母親又怎樣了 他女兒又怎樣了 現在又成了他女婿 又成了一個重點 成了一個焦點人物 所以如果說習近平嫌太煩 說這麽多人來關心習家的事 這個怪不得他人 首先怪他自己 你把自己捧得越高 把自己防得越年 那就有可能甩得越重 或者說人家要千方百計 想知道你家庭的隱私隱密 說到習近平女兒 習明澤個人信息被洩露案 24個年輕人被抓捕 關押 判刑 20歲的牛腾宇被判處14年重刑 發款13萬元 歷經兩年折騰之後 說最近終於跟他的母親柯可見面 在廣東省茂名一個關押地點 說見面之後 母子是相抱大哭 後來牛腾宇 聽說他母親講 說在他關押期間 他的外祖父 外祖母 就是外公外婆 因為傷心過度 已經先後去世 說牛腾宇更是放聲大哭 牛腾宇在過去兩年遭遇了很多的非人的折磨 酷刑 做老虎燈 或者說是被吊打 打得昏死過去 送醫院搶救 這些都還是吃藥的 關鍵是受到當局很變態的性虐待 拿什麼打火機 燒下體等等 所以牛腾宇這個案子在國內外 在國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嚴重的人權侵犯案 而九個國家的大使或者是外交官已經會見了牛腾宇的母親柯克 瞭解相關的情況 表示同情 當他的母親柯克向他們介紹情況的時候 有的這些外交官還默默的掉眼淚 對現在的中國 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發生這麼慘無人道 超越人性底線的人權迫害 感到震驚 另外 最新的消息顯示 牛腾宇不僅在坐牢 他的母親也受到威脅 他的母親柯克因為向外部發消息 受到當地的一些公安派出所的騷擾 就在前兩天 牛腾宇的母親柯克突然給外界發出語音 說快把信息轉發出去 外面有人在敲門 說派出所的人來找我 他感覺到自己有危險 要求盡快把消息公佈於世 以免中共對他下黑手 據說這個消息公佈之後 之後傳說他已經重新獲得了平安 但是相關的情況任不明朗 有待遇進一步的瞭解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 F Victim Fsam